联系丢冠,24岁游泳女王张雨菲两情况令人担忧,40岁或起山,心急如焚 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小九 不久前,亚运会以及之后的比赛中,中国游泳梦之队中的新游泳女王张雨菲是大放异彩 各种项目当中金牌大丰收,而且当时还有爱慕的追求者让她的关注度能再度增加 不过在过一段时间之后,近日游泳世界杯布达佩斯战场,25岁的张雨菲再次成为焦点 虽然她依然表现出色,但是在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100米自由泳中惨遭两连败 连续两个项目都未能夺冠,同时两大00后,陈璐颖和陈玉杰击败了一众名将,成功夺冠 对于张雨菲来说呢,这并不是最糟糕的,因为比赛就会有输赢 但是在得知她比赛输掉的原因后,也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张雨菲说到,自己从世界杯回来后,想把自己的思想从主向中解放出来 再加上采用了新的训练模式,目前并不是很稳定 另外,颁奖时候看到她脸色不好,张雨菲也表示前段时间得了流感 有两周时间没有下水,比赛中仍然是身体状态,同样受到了影响 也让和她关心密切被认为非常有望能携手人生的40岁霍启山那心机如焚 不过张雨菲对此倒是非常坦然,她表示没能夺冠,但她学会了输 现在她不怕输,也不怕被别人看到输,现在的自己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态 她表示只要输得有价值就可以 我们也希望张雨菲能够养好身体,之后再续写辉煌 好了,这期视频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